欢迎回来 侦探书屋是国内唯一一家侦探推理专门店 但是最近有人在书店里 推理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宗命案 试图找到真凶 这是侦探们剧团的作品 冷暗专门店 他们以侦探讨论会的形式 试图去厘清这个成年命案 究竟是殉情还是他杀 更特别的是 观众可以在书店里面走来走去 融入剧情当中 这是台北一岁节其中一个作品 非常具有易碎节的特色 也就是实验精神和独特的看戏体验 一个发生在1950年代的殉情案 一群来开侦探读书会的人 企图找出半个世纪前命案的真相 这是易碎节的作品 冷暗专门店 演出的地方就选择在当年命案发生的地点附近 这里是南京西路圆环的侦探书屋 所以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真正跟书屋的位置有关系的案子 故事是取材在大稻城附近的一个真实的命案 大约是在西元1950年上下 就是国民政府刚来以后没几年 它叫做十三号水门案 然后在那个时候很轰动 我原本 国语说的不好 很多东西都是你教我的 没有想到 竟然用在这样子的地方 运用既有的空间 让殉情案的男女主角 以及讨论会的成员 在书屋空间内外游走 故事就这样散布在四周 经过几次的剧本会议以后 我们就决定要用现在跟过去去交错 那另外一个选择这样 就是像一个讨论会一样 去看到过去的案子 所以它不太能说是再现过去 而比较像是透过现代人的眼睛 去看到过去的切片 我不要 算我求你了 我心疼你 我舍不得你死了 每场演出仅容纳15位观众 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搜寻 最佳观赏位置 当然也可以自由选择 和想要观看的角度 书屋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 重点是观众可以自由地在 他的欣赏的时间里面 可以让书屋的空间的细节出来 因为我们并不会说 你一定要一直看着他们 而是因为这个书屋的元素很多 其实我们一定会被 其他有趣的事情所吸引 这件事情是OK的 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是要鼓励台湾的观众移动 所以我们强调其实是一种处决 也许演员会从你身边爬过去 也许演员会从你身边走过去 许伟你太过分了你 我已经20岁 不要管我了 你 导演说 第一次来到侦探书屋的时候 除了觉得空间很迷人之外 周边带着市井味道的氛围 也很符合这出戏的需求 所以把书屋外的空间 也当成表演舞台 在侦探书屋附近 你也可以化身破案高手 体验独特的看戏氛围 不知道你们讨论的怎么样 应该都有结果了吧 感谢观看